介绍激发市场活力支持 一是在深入推进商市制度改革上持续发力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 牵头推进深化 振造分离改革 在全国范围实现全覆盖 在自贸区 试验区进一步加大试点力度 加快建设企业电子证照库 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涉体证照电子化 登记事项 登记程序等方面的共同规则 彻底改变了二是在加强公平公正监管上持续发力 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发挥信用监管基础性作用 丰富信用监管工具箱 参与事前信用培育 规范市中监管行为 强化事后私信惩戒 做出更细致 更具操作性的规定 同步推进 三是在提升改革获得感上持续发力 服务市场主体发展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政策 从财税 金融 社保等多个方面 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 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服务水平 非常了不起 今年来受疫情反复 适时在完善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 加强基础性制度供给 下面请各位提问 提问之前请通报